刚刚我们学习了XBUS三个非常基础的用途 一个是AD符号的使用 我们知道AD符号能够帮助我们获取属性 同时能够帮助我们对元素进行定位 对不对 使用方块 比如ADID等于A的这样一个B标签 是吧 就能够帮助我们选择ID等于A的这样一个B标签 能选中出来了 那么杠杠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节点开始选取 那杠杠text就表示是选择当前 任何一个节点下面的所有的文本都会选中 如果只有一个杠的话 它只会选择它下面的紧接着那个子节点 对不对 不会显得它的后代节点 那所以说我们使用杠杠的话 就是A标签下面的 以及A标签下面所有span下面的都会被选中 如果说span下面还有节点的话 依然的都会被选中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块其中的内容 除了这块内容之外 还有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在这里 我们通过这个地方的XBUS 我们取中当前这个地方 百度这个地方 所有的A标签的URL地址 那这些A标签URL地址 我们要获取其实非常简单的 就是杠杠 DIV ART ID等于配级 对吧 是不是ID等于配级就可以选中了呀 刚刚正往那挂了吗 重新来一下哈 重新来一下哈 刚刚DIV 为什么这里卡了呢 因为它里面内容特别多 对吧 ARTID等于配级 然后呢 我们下面的A标签 对不对 ARTHERF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能够选中 当前这个地方 所有的A标签 都可以被选中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并不想选中全部的 我们可能就想取其中一个 或者几个 那比如说 我们选中了这所有的A 对不对 我们要选第一个A 该怎么写呢 就是方块1就好了 也是方块来取 那么取第二个来就写2 这里大家注意了 它并不是从0开始的 对不对 它是从1开始的 那么第三个就写3 那么最后一个呢 并不是-1 而last last 表示最后一个 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个就被选中了 对不对 那么倒数第二个呢 last-1 对吧 倒数第三 第三个呢 last-2 倒数第四个呢 last-3 这边可以看出来吧 我们要选毛一个 该怎么选 正着选可以写1,2,3 对不对 反正选给last last-1,last-2 分别表示 倒数第一个,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三个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如果说我们经常想要获取某几个 比如说前三个 我该怎么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一个方法 叫做position p-o-s-i-t-o-n 然后打个括号 比如说position 小于4的 就是全三个被选中了 大家看见没 高的效果非常明显 那position 大于4的呢 从第五个开始 后面全部被选中 这是position 这个方法 明白吧 这个地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刻键上面的内容 刚刚我们说的 取第一个 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 以及前两个 对吧 那么title art class titleart no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选择具有lun属性的title标签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写的 n属性等于eng的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eng的也可以不要 只要它有lun属性 我们都要 这种title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选中 那就art none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 book几点 下面的price 大概35的这个book几点 这对应的xbus 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之前见过的这个xbus 每一个book呢 是不是下面有一个price啊 我们选择price 大概35的这样一个book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它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book呢 它用的是它的子几点 里面的某对应的值呢 对它本身做修饰 做限定 发现没有 用的是price对应的值 对它本身做限定 而并不是用的什么category 发现了吗 所以说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用的这个text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选择A下面的文本 等于下页的A标签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写啊 跟这个方法很像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它只选择price 35的这样一个book标件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可以直接写下面title 这个方法呢 偶尔我们也可以用到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些不常用的 比如说新花和load 新花呢 它能够干什么呢 帮助我们匹配任何元素节点 那任何元素节点是什么意思呢 包括node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我们这个div呢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写的 我们写个新花在这里 它会帮助我们选择 任意一个标签 只要它的id等于配件 这个标签 我们非常清楚id等于配件 就只有那么一个标签 在这个地方 是吧 只有它被选择了对不对 那么加node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node也是任意 是不是也被选择了呀 所以node和新花它的效果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经常看到 别人是这样写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自己呢 也可以这样写 但是也不用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要取的是哪个地方的内容 我们就要取div 它id等于配件的 我们就写div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add addadd是干什么呢 它帮助我们获取 A标签下面的所有属性 不是A标签下面的所有属性 就是某个元素下面的所有属性 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写anast的 就取成最后一个A的 对不对 最后一个A我们要获取 herf 我们就addherf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如果要么获取class 就addclass 对不对 那么add其实呢 它所有属性对内的值 都会被选中 大家看到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herf的值 一个是class的值 对不对 都被选中的 那这个方法大家也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会这样写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herf 要的就是class 我们很多时候是明确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这下面呢 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看一下 bookstore下面的 任何一个戒列 对不对 任何一个子电点 都会被选中 就是每个子电点都会被选中 那刚刚新呢 当前文本上 当前文档上 所有的几点都会被选中 那么add其实呢 刚刚用过对不对 title 方块add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title有属性 不管这个属性是什么 都可以把它选中 但是属性可能是id 可以是class 都可以 只要它有就可以把这个title选中 你剪完这个地方 然后除了这些不常用的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个 或的这样一个方法 或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同时选中 book下面title 以及book下面price 可以使用个竖线 然后我们正则里面是一样的 正则里面是不是也是用 或就可以的 用竖线就可以的呀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刚刚呢 我们选中了这样一个 最后一个a节列 那么可以再打一个 我们还可以选中 同时选中 什么呢 第三个a节列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写个a3 在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发现 这个和这个 同时被选中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竖线 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竖线呢 比如和的意思 那这里呢 也是有一些案例 大家看一下 非常简单的非常清楚的 那么后续呢 如果我们用的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知道 就是用竖线就可以代替 这个和或者是和了 那么关于xpass 更多的语法用途 在msdn上面也是有的 大家看这个链接 到处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前面我们所学的 xpass的内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是非常简单的对吧 那么这里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xpass 大家可以发现 它都是我们在elements里面 根据elements 来写的xpass 对不对 在elements里面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只用copy 这里直接有个xpass 发现了吗 点一下它 粘贴一下它 这是chrome帮助我们 定位写的xpass 立马能定位到这个ID 发现了没有 比如说我们要选中这样一个 最后一个 A标签的xpass copy一下 粘贴一下 就选中了对不对 但是这里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工具 包括我们在这里的copy 都是根据elements为准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爬虫 不能为它为准 我们爬虫 为什么不能以它为准啊 用爬虫规刀数据 是不是只有URG 对的响应 URG对的响应 往往和这里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也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写的第一条哈 就是我们使用 使用xpass hyper 或者是chrom中的copy 这个方法呢 都是根据elements内容为准的 一二一都是从提取的数据 但是爬虫呢 但是爬虫呢 获取的是URG对的响应 往往和elements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爬虫里面呢 是不能够直接去根据这个地方的工具来写这个xpass的 这个工具呢 我们在这用它 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练习 来学习xpass的使用 在后续的代码里面 我们是不应该用到它的 对不对 以后续的代码里面呢 我们是要从 当前这个地方URG对的响应里面去写 去提取我们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地方来写xpass 那这个地方由于我们用了这个工具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应该通过肉眼去看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呢 就是我们非常确定 当前这个URG对的响应呢 和我们animals对应的位置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用xpass这个工具去写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要根据 优压制对的响应为准 来这里写xpass 看这里方内容 看这方网页圆码来写xpass 明白吗 只有网页圆码和animals一样的收了 我们才可以根据animals去写 或者说我们要的那一块内容 和animals一样的收了 我们才可以根据animals内容去写 对吧 那是关于xpass这块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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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